這一期慘劇造成了四個跟兇嫌素媚平生的捷運乘客 無辜丧命 他們在案發當時低著頭或者閉目仰神 沒有發現危機已經迫在眼前 有醫護人員指出一些出手抵擋兇嫌的民眾 手臂也被砍到劍骨 死者更是大量流血甚至一刀斃命 其中有一位成功大學的研究生 只是為了來面試工作 在臺北短暫停留 沒有想到就碰上了死神 讓他的親人老師和同學都難過的淚流滿面 這起捷運隨機砍人事件 短短四分鐘的行凶過程 已經造成四個人死亡 二十四個人受傷 根據新北市警察局提供的名單 三名死者到院前因為失血過多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還有一名女傷者急救後不致死亡 醫院表示送來的傷者即使是手臂傷也是刀刀劍骨 傷勢極深 可見嫌犯下手凶殘 其中最年輕的死者張震翰送到和平醫院前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致命傷勢 皮脹破裂 張口很深 而且升級內臟 那那送到的時候 已經是失血 那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急救回來 張震翰才二十六歲 是陳大說了班學生 會搭上這一班死亡列車 是剛好到臺北求職面談 沒想到從此回不了家 校方和家人十分悲痛 我們會在畢業典禮上 我們會留一個位子給他 代表我們對他的追死 然後我們也會向學校申請 頒發畢業證書給他 另外一名死者潘壁珠隔天就要過生日 卻提早結束四十七歲的生命 北極總經理譚國光指出 每名搭乘捷運死亡的乘客 都有保險 最高可以獲得四百萬元的理賠 保險公司將付起傷者 全部的醫療費用 但這一切實在來得太突然 雄賢的殘暴手段 已經造成多少家庭破碎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